解剖師傅 解剖師傅 我是解剖 大家好 有去北投第二股煮過溫泉蛋嗎 所謂溫泉蛋呢 就是利用溫泉的天然水溫 不用沸騰 控制時間 把雞蛋煮到半熟或者是全熟 今天不用坐車勞頓跑到北投 在家裡用咖啡機 可以輕鬆的煮溫泉蛋 來 回來的雞蛋 我們還是要先煮過一遍囉 我們把雞蛋放入到咖啡壺裡面 然後我們要加水 水要加多少 比如說要蓋過雞蛋 我們這邊分享最快的方式 就是先放雞蛋再加水 讓它蓋過雞蛋 再倒進咖啡機裡面 蓋子蓋起來 把水倒到咖啡機裡面 水不使用咖啡機 會維持在七十分左右 每一台咖啡機都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參考參考 水流完咖 那我們現在定食十五分鐘 在等待的時候 我們現在來做 溫泉蛋的柴魚醬汁 我們先液了鍋子 加入250CC的水 30CC的味醂 50CC的醬油 20公克的中糖 攪拌一下 我們只要把中糖 煮到融化就可以囉 糖煮散了 放入柴魚片 然後關火 讓它浸泡個五到十分鐘 柴魚醬汁 我們先把它過濾 然後冰鎮 堅果喔 1 2 2 3 1 2 3 1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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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